作词 李宗盛 谁去想 痴情郎 这红尘的战场 千军万马 有谁能称王 过境关 谁敢闯 万明月 心悲凉 千古无痕 轮回尝 眼一闭 心最狂 光着 世道的无常 注定敢爱的人一身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阴阳家的符号 还不能确定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这个符号一定与阴阳家有关 什么事 岳神大人已经到咸阳外 这里增加了好几处警戒关隘 车上是哪一位 蒙将军 是我 啊 原来是月神大人 末将失礼了 恕罪恕罪 怎么 连我们的车子也要查吗 公输家族那边又送了一次图纸过来 看来这次陛下是下决心了 所以前阳一路自然要更加仔细些 将军可真是辛苦 使皇帝陛下最信任的就是你了 大事小事都要交给将军才放心 蒙家世代蒙受帝国红恩 自当干脑涂地 岂敢言辛苦二字 听说将军很快就要东征 只等陛下的旨意 那我们很快又会见面了 哈哈哈哈 好啊 行 怎么了 小子 又不是第一次站墙角了 这次光站墙角没打手心 所以子民很不痛快 哈哈哈哈 真长话 快点列奔 三世不好 大家的功课准备的如何了 剑减之术是儒家六义中重要的一门修为 我们修炼剑术的宗旨为何 子思 你来回答 儒家的剑术 光明磊落 炼剑者 剑如其人 君子坦荡 剑道中正 小人气气 剑走偏邪 嗯 儒家炼剑的目的为何 子聪 修炼剑术 修炼剑术不是为了逞凶斗狠 关键在于炼剑如炼身 修剑如修心 心若中正方可修身齐家 进而治国平天下 儒家剑师的要诀如何 子语 所谓信雅达三要诀 信就是初见准确 不偏不倚 雅则是气度自如 不可穷凶极恶 达则是剑随心智 视若迅雷不及掩耳 不让对手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子语在定式之外 也能结合自己的理解 说得很好 嗯 这家伙也没看他怎么用功 下了课就到处玩 怎么说得头头是道 我可背不出那么多口诀宗旨的 千万别叫我 千万别 子明 这 看你信心十足的样子 想必这些书面的口诀宗旨 应该已经烂书于胸了 是不是 嗯 是 所以你不必背诵了 真的 你与子墓一起给大家来示范一下实战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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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 痛死我了 哼 谁让你无理暗算 这招当仁不让就是给你的惩罚 嗯 你耍赖我都没准备好准复算 啊 那你现在准备好了吗 啊 啊 啊 太多了 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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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啊 啊 哼 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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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招叫做雀之不公 用在你身上倒是很贴切 我觉得至少有一个天赋 他肯定是有的 什么天赋啊 我们这位巨子的抗击打能力 还是一流的 字幕志愿 紫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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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把楚国短剑很棒 我很喜欢 多谢了 别客气 你喜欢就好 紫语 待会一起去海边吧 好啊 紫语去的话我也去 我也去 傻瓜 要不要一起去啊 他们玩都是叫你 从来都不会叫我 没关系 大哥我可以带你一起去 我才不要做你的跟班呢 我可是堂堂墨家巨子 子明同学 我们都是儒家弟子 应该以读书为本 你要那些木匠巨子 锤子 刷子之类的干什么呀 小子 我们在这里隐藏身份 是为了大家的计划 你既然是巨子 就更应该知道 什么事该做 什么话不该说 你说是不是啊 紫语同学 你说的甚是有理啊 紫语同学 紫语 快点走吧 紫语同学 为兄就先告辞了 贤弟万万不能怠慢了 学业功课呀 紫语兄请 贤弟请留步 兄台走好 去海边喽 刚才那个家伙 忽然说到什么 木匠巨子刷子呢 紫语这个傻瓜 还真是好笑 不过你别说 我一听还真吓了一跳 哦 怎么了 桑海街上贴满了通缉告示 都是一些可怕的叛逆分子 其中就有墨家巨子 子明说的 木匠巨子 与墨家巨子听起来还很接近呢 那不是很吓人吗 原来是这样 的确好笑 的确好笑 对了 听说最新的通缉告示上还有两名少年 其中一个和紫语还有点相似呢 别胡说了 把紫语和叛逆分子扯在一起 对不住 紫语 别生气啊 一句玩笑而已 没关系 我若真是叛逆分子 那你说这话 可要遭殃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又多了好多通缉的重犯啊 还有年纪这么小呢 现在丧海这里 也越来越不太平了 感觉城里面 陌生人忽然多了好多呀 我看啊 最近很可能 就会有大事发生 干什么 不好好看 记什么呀你 这个人好可怕呀 小声点 你看这个人脸上的刺字 好多刺字啊 这个人本身就是重犯 即使是十恶不赦的死刑重犯 脸上平常也只有一到两处刺字 这个人至少有十几处刺字 那 他 而且 还有一点你注意到了吗 什么 他身上脸上刺的 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文字 而是来自七国的文字 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文字 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文字 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文字 快点老实坦白 否则把你送到官府去 听见没有 他不是早上那个 喂 你们快住手 那么多人欺负一个 太过分了 这不是木匠刷子 自明大侠吗 你们还自称是君子吗 我看你们根本是无赖 你知道身后的这个家伙 是什么人吗 什么人 他是阴阳家派来谋害儒家的奸细 你说什么 前几天 二师公三师公 就发现阴阳家 在小圣贤庄偷偷地留下记号 显然是对我们儒家不怀好意 那又怎样 我们前两天就发现 这个家伙鬼鬼祟祟 形迹可疑 于是就在暗中特别监视 果然不出所料 怎么了 发现这个家伙 偷偷在树下留下 阴阳家的暗号 是真的吗 你是阴阳家的奸细 你问他有什么用 他当然不会承认的 你说你是不是 我相信你 我相信他不是 这样就相信他 你也太好骗了吧 你说他是阴阳家的奸细 又有什么平均 这个奸细非常狡猾 一被我们发现 就立刻把留下的暗号擦掉 不信的话 你让他把手伸出来 看看有没有红色的粉末 能够看一下吗 把手心向上 摊开看清楚 没有你说的红色粉末 另一只手 一定是阴阳家的乌蛊术 制造出来的障眼法 把他抓起来 不准过来 看来你的抗打能力还不错 把这两个家伙都抓起来 救命啊 救命啊 救救我呀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救命啊 你 来 快跑 放我下来 快放我下来 刚才那一下 你看到了吗 他是怎么做的呢 你可以放开我的手了 你的手真小 有点像女孩子的手 他们那群坏蛋 下次再教训他们 你不用谢我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来 见赞 订阅 转发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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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